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功夫的成就 就要提到南北朝时候禅宗的二祖 他尽管是接了达摩的衣钵 最后还是受报 多生多世欠的命债 最后还是要还 佛法的基础是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有一个祖师在被杀头的时候 写了一个记字 四大元无我 五蕴本来空 将头临白刃 由四盏春风 他很慷慨地把头伸出来 砍吧 此外 像印度禅宗的祖师 师子尊者 也是还债 头砍下来 没有血 脖子里冲出来 像牛奶一样 树尺高 这证明经过修持 色身已经转化 再进一步白血化掉 他身体变成空的 沙头也杀不了了 在色身还没有变空以前 兽暴被杀了 像沙头 受伤害 不流血 只流白乳的情况 并没有痛的感觉 所以 那个不算忍辱 忍辱的时候 有痛的感觉 有非常痛苦的感受 而心念把痛苦拿掉 转化成慈悲 这才是忍辱波罗蜜 到达没有痛的感觉 那是功夫境界 不能说是忍辱波罗蜜的功德 尽管功夫到达这一步 很不容易 但是 这个功夫不稀奇 等于我们上了麻醉药 开刀不会痛 那不能说你本事好 不痛啊 如果没有上麻醉药 急痛 而能不痛 那是你真正的智慧成就 你当场就可以把五蕴里的受蕴与响蕴 都拿开而解脱了 学佛 也是要学解脱 这个道理 我们必须要加以说明 所以 菩萨道的忍辱是有形象的 痛苦是痛苦 烦恼是烦恼 能够把烦恼 痛苦关空 而转化了 就是道德的行为 心理上的心性 这才是菩萨的功德 因此我们学佛的人注意 别人态度不好 或一句话不重听 马上起计较心 乃至起嗔恨心 你所有的功夫 修道 都垮掉了 青年同学们注意 不要听了金刚经讲忍辱 就万事不做 自以为那是忍辱 要入室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才是修菩萨道的基本精神 菩萨是积极的 不管自我 只有做利他的事 而入室利他是非常痛苦的 也是非常烦恼的 要处处牺牲自我 必须要有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的境界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才是真正大圣道的忍辱精神 譬如说 佛 为什么让人家砍他的身体 他是为了证明给世人 修正佛法 却有其事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晓得 虚菩提 又念过去 于五百世 做忍辱先人 于而所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他在告诉 虚菩提 回想过去五百生以前 专修忍辱 他说 那一生的修行 专做忍辱功夫 的确达到了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不着相 所以他强调一句话 怎么样学佛 事故 虚菩提 菩萨应离一切相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就是学佛的精神 换句话说 不要被一切现象骗了 或迷惑了 有个庙子 有个房子 有件衣服 有个地方 这些都是相 此心不要被佛堂 房子 财产 或名誉所迷恋了 所以前面曾说 要离一切相 即明诸佛 大圣菩萨走大圣的路 应该离一切相 发祈求大彻大悟菩提之心 无所住的心 不应住色生心 不应住生香味处法生心 应生无所住心 若心有住 则为非住 学佛做功夫的人 大家就要注意了 我们在做功夫学佛 好像就在这 色 生 香 味 处 法 六样里面滚 就在这六根六尘之中 打转 你千万记住 不应住色生心 一切境界 一切现象 都不是 那是我们后天的 心理上 生理上 精神上的幻化 不应住生生心 听到声音 当成佛菩萨对你说话 耳朵里最容易发起声音 走上这个路子 佛都救不了你 你看戒律的部分 佛在世时 很多走上这个路子 佛只好放弃 所以 不应住色 生 香 味 处 法生心 一句话就是重点 要学佛的人 离一切想 应生无所住心 要随时观察自己 关心 要使此心无所住 如果心心念念 住在某一种东西上 或住在某一种习气上 始终不能解脱 已经是走入魔道了 佛法出进中国时 是魔字 意思是 折磨你的 后来 奇梁时代 改成魔鬼的魔 因为讲魔鬼 大家会害怕 小心一些 所以 千万千万注意 离一切想 应生无所住心 接着下去 我们很多学静坐 及关心法门的同学 要注意了 若心有住 则为非住 你们做关心的功夫 做静坐的功夫 心静上有一个清静在 你心住在清静 已经不清静了 至少那个清静 是非常狭小的 还有些人觉得空了 它那个空啊 不过是水桶那么大 也许比水桶还小一点 都是你意识上 一个境界 不是真正的空 这就是心住相 着相 着在一个空的现象上 有所住 所以若心有住 则为非住 是错误的 错误的空观 错误的住心法门 若心有住 可以训练意识专一 比较能够宁静 但是认为 这个有象的 水桶那么大的空 或者清静就是道 那不是你骗了道 就是道骗了你 也许你骗了 释迦牟尼佛 所以若心有住 则为非住 这是最好的观心法门 如何不失 世故佛说 菩萨心不应注色不失 为什么讲忍辱 一下子又跳到不失来了呢 就是今天讲课一开始 跟大家提醒的 金刚经 不失 持戒 忍辱 是一贯连下来的 不像现在的文章 条理化 科学化 过去的文学 行云流水 看起来漫无次序 好似一个不规律的排列 但是却构成不规律的美 所以说 菩萨不应注色不失 就是不应着相 注色法的不失是有形的 非常着相 用白话文来讲 就是一切 受物理 环境影响的东西 都要把它放掉 万元放下 就是不注色不失 虚菩提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 应如是不失 如来说 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佛再三地告诉须菩提 佛法大圣菩萨道的精神 就是为利益一切众生 而有所作为 一切一切的作为 都是处处牺牲自我 成就他人 应如是不失 应万元放下 利益他人的身心 为什么人 放不下呢 因为不肯真正不失 因为众生着相 如来说 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不要着相 哪一相 都是停留不住的 都是非相 譬如我们人 最着相的 是希望自己多活几年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 受着相 但是 生命 留得住吗 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这些现象 不是你要留 就能够留的 他本身留不住 本来无助 本来不可着相的 凡夫众生 之所以为凡夫众生 是明明知道这个道理 尤其是学佛的人 都非常清楚 但他心中仍在想 留不住的都是他们 我大概能留得住吧 总觉得自己不同一点 比不知的不学佛 还可怜 所以 我经常提到我那袁老师的诗 五蕴明明换 猪圆处处吃 说学佛的人 明明知道五蕴皆空 但是啊 自己到处痴迷重重 这就是因为行不到的缘故 行不到 就不是修行人 修行是行 行为上的行 所以 佛又说 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再进一步说 不但无我 也无人 也无众生 有些年轻人 自以为有了大圣的精神 又不肯自修 我就常常劝他们 你先求自修啊 自修好了 再来度人 你连自修都没有修好 怎么去度人呢 这也是我经常感叹自己的 本欲度众生 反被众生度 自己都没有学好 度个什么人啊 只怕你自己不成佛 不怕你没有众生度 众生越来越多 有的是事 需要你去做的 自己修行没有基础 何必急急忙忙去度人呢 彻底地说 众生不要你度 个个自己会度 有些菩萨们度众生 绝不是说法 反而加重众生的苦头 等他吃够了苦头 受不了 他自会回头的 这也是一个度人的法门 并不一定要教他打坐学佛 因为有些年轻的同学们 心心念念在学佛 而且发疯一样地想成佛 成佛干什么 要度众生 众生自己会度 不要你度 又说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你要晓得佛法的理 一切众生皆是佛 你去度佛干什么 每个众生都是自信自度 所以六祖悟到以后 对他的师父讲 迷失失度 悟后自度 众生都是自信自度 在佛教早晚功课中 要念到 自信众生是愿度 自信烦恼是愿段 都是自信自度中 佛怎么说话 虚菩提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一共五种语 佛说法是真实的 不说假话 说的是老实话 实实在在 是什么样子 就说什么样子 实语 真语 都容易了解 但什么是如语呢 不可说 不可说 闭口不言 其声如雷 这个就是如语 如者 如同石像般若 生命的本来 毕竟清净 清净到无言语可说 就是如语 所以 佛是如语者 全部的金刚经 说的就是如语 所以 佛在金刚经上 说了半天 他又说 他说法四十九年 一个字都没有说 这就是如语 是不可说 不可说 不狂语 是不打狂语 不义语 是没有说过 两样的话 我们把三藏十二部 大小圣经典 拿来看 两样话都非常多 但是在仔细研究 他只说过一个东西 没有说过两样 这一个东西 说了四十九年 还说不清楚 所以 佛说 他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是如语 在这部经典 佛 为什么要像赌咒一样 怕人们不相信 说他从来没有说过 不老实的话呢 这是教我们 信心清净 要切实相信 切实相信 一个真正的佛法 这个佛法是什么样子 无实亦无虚 虚菩提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实无虚 真正的佛法 就是这一句话 佛把彻底的消息 都告诉我们了 有一个东西可得吗 得到个什么 如果买一个萝卜 买一个南瓜 还有个东西可以带回来 但是得到 得一个什么都没有 无实 没有个东西 无虚 但是不假的 所以形而上的道理 真正的佛法 不真不假 也就是金刚经的中心重点 这里已经全部点出来了 由不失 持戒 忍辱 到般若的成就 告诉你 真正佛法的修持 不住 不着相 不执着 放下万元 放下就对了吗 放下的也不对 所以 马祖告诉弟子们 放不下就提起来 提起来 心有所住 心有住 即为非住 提也提不起来 大家用功的人 也都是提也提不起 放也放不下 有一个同学来问 老师啊 我现在提也提不起 放也放不下 我说 那你不是成佛了吗 我要向你磕头了 你已经到了无实无虚吗 这个情形 不是提不起 放不下 他那是闹情绪 闷在那里 那就不对了 真懂得提也提不起 放也放不下 懂得了无实无虚 换句话说 到这个时候 要提起就用 不提起就放下 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 真正的佛法 是此法无实无虚 佛讲这一句好严重 他先向我们 赌了一个咒 我一辈子 没有说过谎话 我说的都是老实话 你们要相信啊 你们听我的呀 我告诉你 此法无实无虚 你懂了就是你的 不懂还是我的 就是这个话 你要懂得 当然是你的吗 他说的都是老实话 此法无实无虚 虚菩提 若菩萨心注于法 而行不失 如人入暗 则无所见 若菩萨心不注法 而行不失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他进一步告诉虚菩提 他说 修菩萨道的人 心执着一个 佛法可得 一个佛法可修 执着了佛法的一种法 就错了 随便举一个例子 许多学佛修道的人 都说 哎 我万元放下了 问他 那你现在干什么 他说 现在就是修道呀 对不住 一点都没有放下 学佛修道 不是万元里头的一元吗 难道是万元以外的一元吗 这就是说 你是有所为修 有形象去做 这是菩萨心 助于法而行 这个人 永远不会见到 等于人闭上眼睛 到了一个黑暗的房间 他看不见了 永远摸不出来 假使真想明心见性 见到 若菩萨心不住于法 而行不失 一切无所助 这是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放下 此人绝对可以见到 等于这个人有了慧眼 有了眼睛 又在太阳底下 当然万象森罗 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无量无边的功德 须菩提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与此经受持独送 则为如来以佛智慧 惜知识人 惜见识人 皆得成就 无量无边功德 阿弥陀佛 我们跟佛客气一下 你老人家严重了 对我们太好了 他告诉须菩提 当来之事 将来的时代 或者一个善男子 或者一个善女人 功德 智慧 有成就者 才算是善男子 善女人 能够接受这不经典的 般若要义 照此修行 甚至深入一去的读诵 这个人就等于是佛 这句话多严重啊 所以我说 佛啊 你老人家严重了 不敢当 应该我们念到这里 要加一两句话 佛啊 对不起你老人家 实在不敢当 他说 真能够这样 极同如来 但是佛的话 为什么讲得那么客气 那么严重 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引用 冷言经两句话 就可以了解 心能转悟 极同如来 这是佛说的 后来禅宗的达摩祖师也说过 一念回击 便同本德 这就是说 能够对金刚经的道理都了解了 以此修行的 相同于佛的行 并不是说你就是佛 是等同于佛 以佛的智慧 完全可以了解这样的人 了解他对于金刚经般若智慧如此透彻 这样的人 皆得成就 无量无边功德 这一篇的一个结论 就是大智慧的一个成就 理解到 正悟到智慧的成就 才能够发起心地修行的作用 以智慧悟到 起心形的作用 修人辱行 在苦海茫茫中 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 此人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结论记子 第十四品记颂 幽谈花发食环武 尘沙金无非故无 孝指白脸显楚看 乌米香里养灵珠 幽谈花发食环武 幽谈花就是谈花 佛经上经常引用 在中国内地难得开花 在台湾都看过谈花 色 香都好 但却非常短暂 所谓 谈花一现 当 谈花开到最香的时候 就是它凋落的时候 所以 佛经经常用 谈花来形容 站在宇宙看人类的历史 几千万亿年的时间 也只是谈花一现 大家活了几十年 回头一看 几十年 像谈花一现 非是非虚 非真非假 即空即有 要从这个角度去体会 修持佛法 有没有真成就的 绝对有 但是不能着相 非是非虚 所以 像忧谈花开了 当时是有吗 又好看 又好香 马上没有了 又是空了 但是 你说空了 是没有吗 不是没有 沉沉沙沙 这是用佛学名词 物质世间就是沉 沙 代表一切土地 沉沙今无非故无 这个物质世间 现在的我 不是以前那个我 不是前生的我 也不是来生的我 这个我是假我 今无非故无 不是我生命 本来的那个生命 离开这个现在的我 才可以找到 本来 长乐我境的那个真我 生命的真我 在哪里找呢 笑纸白脸闲处看 所以 佛经上叫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化生 尤其 佛种白色的莲花 八叶巨莲 莲花不再好的地方成长 愈脏愈烂的泥巴里头 莲花愈开的茂盛 乌尼香里养灵珠 大圣的精神是入室的 要入到最稀烂的地方修道 才能成功 跑到高山 跑到清凉的地方住茅棚 成不了道啊 那是道要成你 不是你要成道 就是南瓜 小伯母 花 花 小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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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